大帝 太阳升起来了 全能的主啊 保佑俄罗斯女皇陛下 吹号 集合部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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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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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YK 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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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伤心呢 您是看见过的 我总是虔诚地为每一个死去的俄罗斯英雄祈祷 可是战争毕竟是战争 总督一个君王所做出的每个决定 都会付出许多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 仁慈有的时候只是愚蠢和无能 一个君王如果真的仁慈到 顾兴到每一条普通的生命 那只有什么也不做 可如果这样 其实不过等别人把他生命拿走 难道所有的君王都是这样的吗 陛下 是 而且尤其是我和您 我的朋友 您还不了解我们俄罗斯 他看起来强大而富有 却隐藏着那么多的贫穷 蒙昧和野蛮 他习惯于服从一双钢铁的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比这里更需要专制和集权 而我 我只是被上帝偶然选中的一个女人 我只能如此 我听不懂您的话 那您先好好听着 那您先好好听着 我的这些话只对你一个人说 而且绝不会再说一次 十六岁 我从日尔曼的一个庄园 被选到了俄罗斯的宫廷 嫁给了后来的彼得三世 我的朋友 关于他的低能力 或许也曾经听到过什么 我只告诉你一点 那就是在他十八岁 当上了俄国沙皇之后 我们的卧室 卧室的那桩双人大床 仍然是一天到晚的 摆满了他喜欢的玩具戏兵 这就是那位沙皇 我不相信有这样荒唐的事情 是呀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的婚姻生活 就是每天陪着他在毛毯和枕头间 完成他征服世界的幻想 听着他用嘴模仿大炮 轰鸣昏昏入睡 就是这样一个傻瓜和疯子 当了俄国皇帝 他掌握了权力 就把一切人也都当成他的玩偶 他下命宫廷中的女人 替了光头 亲自给主教们剪掉胡须 甚至强迫贵族们都离婚 由他来替所有的人重组家庭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难道不该快点让魔鬼 把他从这世界上抓走吗 于是一些年轻军人聚集到我身边来了 我成了他们的神 一年之后 我为王室生下了一个继承人 我也成了俄罗斯的女皇陛下 而那些军官们就成了陛下您的奴隶 您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享受他们战战兢兢的服务的 对吧 可我是图尔胡特人的总督 我们的韩国与您的俄罗斯相比 或许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和传统 我们不会做任何人的奴隶 当然也包括您 伟大的女皇陛下 我从来就不认为一个达旦人会得到陛下的垂青 请通知康斯坦丁诺维奇 不 是伯将军公爵 公爵他 请把他 快 请把他给我挡在外面 没有人可以阻挡伯将军公爵 他已经闯进宫了 是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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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